温敷缓解疼痛案例 是不是还要得到一个明确的诊断 对我来说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 我就在我先生的帮助下 开始了一个原始点治疗的过程 这中间又好转也又反复 2017年的1月 我突然感觉到又背部疼痛 起初这种疼痛还能忍受 我就坚持不碰止痛药 自己忍疼 我是知道止痛药的副作用的 但是随着疼痛程度的加剧 这种忍疼的过程 变得异常的艰难 尤其是在晚上 疼痛让我无法躺下 也无法翻身 我只能靠着几个枕头小睡一会儿 由于晚上睡不好 白天的体力和情绪都很差 在这种情况下 我不得不寻求西医的帮助 开始服用止痛药了 我开始对原始点产生了一些疑问 张医师最初发明原始点的目的 不就是为了解决疼痛吗 为什么我先生在帮我按推之后 疼痛能够得到暂时的缓解 过一小段时间 这种疼痛还会回来 在原始点推广站的 陈经理和露娜 他们在了解了我的情况之后 就请我到他们的家里 住一个星期 来帮我解决疼痛的问题 不仅无微不至地 照顾我的饮食起居 帮我做可口的热性食物 帮我做红豆袋包裹式热敷和按推 还和我一起检查和反省 我在使用原始点过程中 有哪些不尽之处 给我讲了大量的原始点案例 帮我重新建立起对原始点的信心 我从到露娜家的第一天 就下决心不再吃止痛药了 这一个星期坚持得非常辛苦 但是收获很大 我从第一天一夜无眠 到这一个星期的最后一天 可以断断续续地睡上四五个小时 这对我来说已经是非常大的进步 我发现用红豆袋 热敷的止痛效果非常好 我以前在家里也用红豆袋 只是背在背上一段时间 效果并不是很明显 露娜就教我用包裹式热敷 就是把两瓶红豆袋加热之后 铺在身体下面 然后呢 再把两瓶红豆袋放在身体上面 盖上毯子保持温度 这种效果非常好 我发现用红豆袋 热敷的一个关键 是人一定要静下来 用心去体会 红豆袋的这种穿透性的热源 再一点一点地进入到我身体内部 帮我修复体伤 加一个意识进去 好像这种疼痛就真的消失了 其实疼痛很大一部分 是来自心里的恐惧 真的是越疼越怕 越怕越疼 越是去体会这种疼痛的部位 疼痛就会加剧 我在卢娜家住的这一个星期 最大的收获就是 程经理和卢娜 帮我消除了对疼痛的恐惧 他们告诉我说 疼痛只是一个表象 它并不代表什么 他只是告诉我说 我的身体需要大量的补充热源 来修复体伤而已 并没有什么可怕的 带着对原始点满满的信心 回到家里的第二天 我就能够躺下来睡觉 也能左右翻身 真的非常开心 现在呢 我只要是觉得疼痛 我就会起来加热红豆袋 在红豆袋暖暖的热肤当中 继续睡觉 现在我夜里的睡眠时间延长了 睡眠质量也好了 我自己感觉到我的身体 正在自我修复的过程当中 这一切都要感恩 张昭汉仪式发明的原始点 我也希望像我一样 有疼痛症状的朋友 都能够消除对疼痛的恐惧 远离止痛药 用最自然的原始点疗法 解除疼痛 修复体伤 早日恢复健康